柯刚微调争议持续 日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谈到 总统与行政院长都应该做出表态 今天上午总统马英九在高雄被问到柯刚问题时 并没有多做回应 而毛治国今天在台北则以公务为由 并未接受媒体访问 给由政院发言人孙力群对外说明 并表示已经指示教育部应妥善处理 持续与学生沟通 总统说这个课刚微调性可能要总统才能处理了 你怎么看 那对于行政院这边来说呢 我们最在意的其实是这个同学的权益 那会不会影响到同学的这个考试 还有这个读书的一些权益 那至于那天同学进到教育部这件事情 在第一时间 院长就有指示 这个教育部要妥善的处理 那但是也不要忘记持续的和同学们来沟通 我想大家也很关心这个关于媒体的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新闻自由是我们所捍卫的 也是支持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权利 所以在当天呢 院长就有指示 这个教育部要妥善处理这个东西 只要这些新闻界的朋友呢 是在行使他采访的一些这个职权的时候 千万不要干扰人家 那其他的部分呢 就由这个司法单位来认定 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就克刚争议对外说明 不过并未说明外界要求教育部应该撤告的议题 仅表示应该妥善处理 加强与学生沟通 至于有记者遭到警方逮捕 政院方面强调 捍卫新闻自由的立场不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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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